台灣現在是正在邁向超高齡的社會 再過兩年 每五個人當中就有一位是老人 我們要請教梓娟 所以現在養生村變得很搶手 好 我們先來面對一下這個現實 這個實際的情況 就像剛剛菲玉姐所說的 因為我們的老齡的人口持續的增加 所以時間其實就在2025年 2025年很快 超過20%的都是65歲以上的老人 所以就會被定義為 所謂的超高齡的社會 那75歲以上的人 從今年開始 每年是以10萬10萬人在增加 你看過去都4萬4萬3萬1萬人 沒有 就是從今年開始 不好意思 這裡是75歲以上的人口增加 都是以10萬為起跳 每年會多增加這樣75歲以上的人口 所以你就會發現 現在各行各業都是面臨到想要搶高齡商機 譬如說如果你說我們做金融的呢 我們就說現在有什麼退休理財 或是高齡長者的規劃施政照 有了 那或者是你說現在是健身教練 他就會跟你說是老人也要有肌力訓練 對不對 所以現在專門教年長者做肌力訓練的也很好 你就發現各行各業 現在通通都往這個上面去走 好啦 那我們來講到的就是 所謂的養生村 那當然我相信大家也都知道 其實養生村也不是你說要能進去的 就能進去 你要卡位 你要夠有錢也才能夠進得去 那好啦 大家先想一想喔 你要準備多少錢才卡得進去 首先呢 我們先來看 他應該會有一個押金 就像我們租房子 我們一般不是說兩個月的 兩個月的了不起 對不對 No 這裡 你要先支付你的押金是一千五百萬 我們先來看一下這裡 我們這邊有稍微幫大家簡單整理一下 現在比較夯的一些養生村 長根養生村 他的押金大概是 最高四十分之還好 來來來 這裡這裡 新北的潤府養生村 他的押金要就是剛剛我們這邊講的 一千五百萬 押金喔 然後他們通常這個一千約下去 大概是先都是先簽十年 對 那他們大概 而且你要注意 你要是亞健康 你才能進去 如果你是已經不健康的情況下 他不收喔 你要是一個亞健康的情況下 他才會收你喔 好 付完押金之後 那你每個月 你當然還會有管理費 水電費 你還要住嗎 然後伙食費等等等等 還有雜費 跟小朋友幼稚園一樣 也會有雜費 好 你每個月的雜費 大概是兩萬六到四萬七左右 如果你要住在養生村裡面 平均 好 那現在呢 有很多人說五十二歲左右 五十二歲要卡位 對 要先提前卡位 有些人已經住在養生村裡 可是他還有出去上班 然後再回來 但是所以他們現在說了 其實台灣人有房子的比例是高的 他不是沒有地方住 這些人是有地方住的 但是因為原生家庭的子女照顧的角色 越來越少了 所以當然他們就會興起的 你也可以說是很開明嗎 他們就 好 那我退休了 我老了 那我現在就到養生村裡面去 那同樣都是跟我差不多年紀的人 我們可以互相扶持 互相照顧 聊一些 養兒房老的時代過去了 所以我們還要來養養生村 對 好 那剛剛就講到說 那其實很多的產業都進入到這個林 他們做了些什麼事情呢 我們這邊京州刊是特別舉了 三家傳統的科技大廠所做的事情 那我們先來看人寶做了什麼 我們一般的居服員 他這個特別其實主要不是 稱對養生村 他其實是針對居家長照的這群人 那他們不是會有居服員 會定期到家裡去做訪事 他說在過去居服員 他們其實都沒有做太明確的記錄 或者說那個記錄都是紙本 所以他們發行 他們去發明了一套系統 建立了一套系統 是專門針對居服員 讓他們在每一次個案的拜訪當中 他可以去記錄他的狀況 然後我在這邊多少小時 什麼等等的這個狀況 然後完整的可以上雲端 他把這套系統建立出來 他說在過去 其實你光是要訓練居服員 去完成這套系統都有困難 為什麼 因為有的時候居服員 他的年紀也偏長 所以他們就算有智慧型手機 可能是比較舊的版本 有時候APP沒有辦法相容 又或者是他們會要求 他用這個APP來打卡 他就會覺得說 我要打開我的那個MAP等等 就好像是被人家 隨時掌握我的行蹤 有時候他們的抗拒性是很強的 所以他們也說 當時他們要導入到這個 長照平台要求居服員來做的時候 其實一開始是很大的困難 但後來整個成功的 讓他們開始使用之後 你就會發現 他從2019年開始推出了 人保i照護 4年來他現在已經是 目前居服派遣的市政的 幾乎是第一名了 他現在已經到了第一名了 所以就完整的ERP系統 可以幫忙排班 然後等等的訊息在裡頭 然後來看一下華碩做什麼 華碩主要做的是遠距看診這件事 遠距看病 那他尤其是他會要 是希望鼓勵長者戴穿戴裝置 那戴穿戴裝置在手上 在身上等等的時候 那這些數字是不是就可以 回傳到醫院去了 對 對 都回傳過去 那他用這樣子的東西 那他就可以讓醫院裡頭的 專案管理師或是醫生或是護士等等 他可以用AI與醫相關 去直接去分辨長者現在的一個狀況 他可以直接從鑽在裝置裡頭的數據 更了解 或者是有慢性病的長者 他就可以更了解他現在的狀況如何 裡頭還有 我看他的病例當中 有些個案的故事他也有講 有些慢性病的長者不聽話 然後消失了 就是很多消失不見 他們說真的 如果你一個個案管理師 他手上的病人一定很多 他不太可能每一個緊盯到這種狀況 可是如果他把這個遠距帶進去的時候 如果這個長者不聽話消失的時候 他會跳出來 他就跳出來 這個人很久沒有回報囉 這個人很久數據沒有來囉 等等等等 他就會跳出來 他們醫院方就可以趕快回去 把這個個案抓回來 重新再關心他 這也是一個 然後再來看到友達做的事情 友達做的事情 我們現在講他一樣跟類似 這個穿戴窗機有關 他也有一個智慧床墊 那他可以去偵測你在上頭的一些狀況 一旦發生說 感覺到睡眠當中老人長者 有心跳或呼吸上面有什麼樣的狀況 好像跟之前不太一樣 他也可以立刻發出警示 可以讓他們趕快去關心他 這個有他們在做 另外他還有在做的是類似的一張房卡 有點類似像是我們去 五星級度假村的時候 是不是有一張卡 然後到處逼去瑜伽 去吃東西去什麼什麼 他也做了類似這樣的集點卡 可以讓你在養生村裡面 做各式各樣的活動 然後月底再跟你做個結帳 好我們先休息一下 稍後來關心的是 台股在下個禮拜一就要封關了 那麼大家現在最關心的就是 到底可不可以報股過年 如果說要報股過年到底要怎麼挑選 我們先休息一下稍後了解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